男孩亲眼看到爸爸从40米的大桥一跃而下 只因为股市崩盘 身为公司高管的爸爸遭人陷害 没法交差只能一死了之 长大后 男孩立志要查出爸爸的死因 于是他努力工作进入金融公司 没想到公司却派给他一个奇怪的任务 那就是让他去深山老林 把沉迷于修到长盛的老板找回来 男孩知道老板和爸爸认识 没准他知道些内面 他毅然接下了任务 但不知道这却会成为他一辈子的恶物 洛克在出发前决定先和母亲告个别 自从当年父亲去世之后 母亲就变得神圣叨叨的 天天都在做芭蕾玩偶 洛克高兴地和他分享 自己查出父亲死亡真相的好消息 母亲的表情却淡淡地 甚至说了句诡异的话 母亲没有再回答 只是送了洛克一个芭蕾玩偶 当作告别礼物 洛克紧张地出发了 路上遇见的每一个人 对他都很不友善 小混混会拿石头砸他的车 村民也都阴森森地用眼神警告他 似乎想把他吓回去 洛克却没有领会 车开了好久 终于到了位于山顶的疗养院 这是所专为人上人服务的疗养院 里面住的非富极贵 他们钱和全都玩腻了后 就开始渴望健康 希望能长命百岁 洛克到达时 刚过下午三点 故事却告诉他 已经过了探视时间 只能明天再来 洛克记挂着纽约的生意 哪能再多留一天 他想给公司打电话 却发现这里压根没信号 焦虑爬上洛克的心头 他决定先见见老板的医生 看能不能说说情 谈话开始前 似乎是他们独有的养生秘药 他告诉洛克 老板正在接受 为期十天的秘密水疗 这期间 不能出来也不能有人进去 之后 不管洛克怎么求情 医生都不肯放人 洛克没办法 只能先回公司再做打算 可就在他们开车下山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一只鹿突然从山上冲下来 直直地撞到了他们车前 司机来不及鼓励 只能猛打方向弹 却害他们摔下了山 等他再醒来时 已经躺在了疗养院的病床上 一个自称是疗养院主任的男人 告诉他 他的腿摔断了 需要在这里尽心休养 他们已经帮他跟公司请了假 让他放心养伤 为了能早点痊愈 主任还建议洛克多喝水 洛克照做了 他拿着水走到窗边 一边欣赏外面的风景 一边细细品贵杯里的水 可喝着喝着 他却发现有点不对 水杯里 居然有一只正在蠕动的小虫 洛克还没来得及看清那是什么 下一秒就不见了 洛克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决定走出去散散心 他发现这里有很多水池 老人们经常会在里面 跟着教练一起运动 或者是成群结队的游泳 那精神气 连身为年轻人的洛克 看了都要自愧不如 洛克正走着 突然被护士注意到了 他问洛克是不是迷路了 还说这里不允许随意走动 又问洛克的名字 说要看看他今天的行程安排 洛克灵机一动 没准可以趁机查查老板的行踪 于是他爆出了老板的名字 果然得知老板现在正在争桑拿 洛克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喜滋滋去了桑拿房 他进去后一边走一边找 却始终没有发现老板的身影 直到走到最里面 这里没什么人 透着一股瘆人的冷气 洛克惊奇地发现 身后的门居然消失了 四周全是围墙 他以为自己被困住了 下一秒 身后的墙突然又变成了门 还有一只鹿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 洛克刚想过去看个究竟 没想到居然遇见了老板 他赶紧上前和老板说事 老板却没什么兴趣 他早已习惯疗养院的生活 人也变得神神叨叨地 说一些灵修相关的话 洛克不肯放弃 苦口婆心地劝老板 还搬出了他爸爸的死 希望老板能告诉自己当年的内幕 终于老板被说服了 答应下午就和他离开 洛克兴奋地出去订车 然后就去老板病房 准备帮他打包行李 可老板却再次不见了 他的病房也被收拾清空 这时间只有顶级富豪 才能住得起的疗养院 老人住进来后都荣光焕发 不仅每天能跟着教练跳操打球 还能在水里畅游无阻 丝毫不像上了年纪的样子 但没有人知道 这样的代价 却是每天都要往嘴里灌鱒鱼 灌得越多 就活得越久 厉害的 甚至能永生不死 但这个年轻人 却觉得疗养院背后 一定有什么大阴谋 奇怪的是 每次他想怀一点什么 身体就会开始难受 比如今天他就准备去质问主任 为什么自己老板不见了 主任却满脸气定神闲 一直和他兜圈子 说老板生病了 主任却说他开始流血了 不知道是不是主任的话有魔力 洛克顿时感觉到天旋地转 眼前的一切都开始摇晃 终于他再也支撑不住 倒在了地上 等在醒来时 主任正在帮他检查眼睛 他说洛克没什么大碍 平常没事多喝水就好了 这里非常提倡喝水 医生都说这里的谁有奇效 不仅喝 他们甚至直接把洛克泡进了水里 据说这是疗养院独有的水疗方法 每个做过的人都说 做完就能回春 不知为什么 洛克却充满了忐忑 随着医生按下按钮 水疗舱里的水位线缓缓上升 洛克的身体也慢慢被水包裹 他突然感受到一股 前胃有过的安心 就像回到了妈妈的子宫 医生告诉洛克 水疗需要半个小时 在这期间 他可以放空自己 想象和水融为一体 让体内的毒素 慢慢排出体外 洛克乖乖照做 可是他的思绪 却不自觉 去往他内心最隐秘的伤痛 那是多年前 他爸爸自杀的场景 洛克一直不愿回忆 现在记忆却自动来到他面前来 恍惚间 洛克感到有一条鱼游了过来 他意识到不对劲 睁开眼才发现 周围早已有满飞不顾的满意 洛克生怕他们会对自己做什么 挣扎着去窗口求救 医生却忙着和护士打情骂俏 压根看不到他的死活 洛克试图靠自己打开苍带 游动间 却还呼吸面照不慎掉落 任凭他怎么努力 都没法撬动苍门 洛克绝望了 难道自己要死在这里不长 他呼吸越来越困难 逐渐失去了意识 掉进下面的鲁鱼堆 这时 医生才姗姗来迟 将他救了他 洛克气愤地控告 可不管医生怎么看 里面都空空如也 洛克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不相信刚刚那是幻觉 于是他趁医生不注意 偷偷翻起了医院的档案 他发现 每个接受过水疗的人 回来后牙齿都会掉落 果不其然 第二天 他的牙齿也开始掉落了 这让洛克感到恐惧 他借着把牙齿拿给护士的机会 悄悄查看了病人名册 看见老板被转移到了输液区 他想找到老板 一起逃出这里 洛克没去过输液区 只能跟着指示牌一路往下走 终于在一个黑乎乎的小房间里 找到了输液区 只是这输液区和他想象中太不一样了 这里的人就像尸体一样 一整个被泡进水里 不知道是睡过去了 还是死了 在众多项人体展览的水箱里 洛克找到了老板 他双眼圆睁 却没有一点动作 洛克努力拍打玻璃 想要救他出来 玻璃却纹丝不动 洛克还想出去找别的办法 却被主任抓了个正准 他只能谎称牙齿出了问题 想找医药防上药 主任听完直接将他带到了诊室 让人将他绑在椅子上 用货嘴器打开他的嘴 然后再用电钻 狠狠钻开洛克的牙 洛克痛得撕心裂肺 越发觉得这里无比诡异 于是他找到机会 就下山去镇里的警察局 想要报警将自己救走 警察听完洛克的描述 安慰地给他倒了杯水 说自己一定会查明真相 可下一秒 一关楚楚的主任 就和警察一起走了进来 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 从没人能逃出过这里 洛克再次被抓回了疗养院 这次他们要用更加残暴的方式 惩罚他 300岁的少女第一次来月经 就染红了裙摆 他的爸爸却欣喜若狂 因为他已经等了300年 只为等到女儿成熟 这样他就可以让他怀孕 创造家族最纯洁的血脉 事实上 就连女儿都是男人和妹妹的产物 因为他奉信 只有家族内部结合 才能产生纯种后代 可惜他们的丑事曝光 妹妹被一把大火烧死 男人便把竹椅打到了女儿身上 但女儿迟迟没有发育 为了隐藏两人的身份 男人建了索疗养院 专门骗追求长寿的富豪富婆 天天往他们肚子里 灌能让人永生的鰻鱼 借此萃取出长寿之水 让自己和女儿永生 他千算万算 却没有算到 汉娜居然被疗养院的帅哥看上了 他叫洛克 因为怀疑疗养院不对劲 于是便接近汉娜 让他想办法带自己下山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可以让主任不设防的人 汉娜从没被男生追求过 很快就中了洛克的圈套 他从医院里偷了辆自行车 带着洛克飞一般地朝山下开去 一路上阳光灿烂 空气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两人来到山下唯一的小镇 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这里十分荒凉 一下车 洛克就迫不及待地走进酒吧 要了两杯酒 这是汉娜第一次喝酒 他学着洛克的样子 干杯畅 新奇的体验 让汉娜觉得非常奇妙 酒喝到一半 洛克借口出去办事 把汉娜独自留在了酒馆里 混混们对汉娜虎视眈眈 饥渴地觊觎着他年轻的身体 汉娜虽然感觉有点不舒服 但因为被保护得太好 他不明白这种眼神意味着什么 他突然很想在这里 做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于是他打开音乐 尽情地跳起了舞 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没注意混混偷偷贴了上来 混混的手并不安分 沿着汉娜的曲线向下抚摸 这时汉娜才感觉到不对劲 他挣扎着想要离开 混混却穷追不舍 洛克发现不对 赶紧过来救人 但他伤了一条腿 根本打不过健壮的混混 就在这时 主人带着人赶到了 他非常气愤 洛克竟然敢带着汉娜逃跑 发誓要惩罚洛克 这也是疗养院驯服病人的最终手段 他们将洛克关进铁罐子 在他嘴上绑了一个扩嘴器 之后便拿起一个管子塞进去 将能让人长寿的鰻鱼灌了进去 这是唯一能让鰻鱼存活的办法 因为他们在外界无法生存 只有在人体内才能活下去 每个做完这个手术的人 都会活得更长 但人也会麻木 自从被灌过鰻鱼 洛克的眼神就变得空洞起来 他不再想着逃离这里 不管汉娜怎么试图唤醒她 都无济于事 汉娜也绝望了 也许她就是该接受一辈子 都待在修道院的命运 不该再期盼能离开这里 可这时 她突然发现自己来月经网 鲜血染红了她的裙板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 只能紧张地向主任求助 主任却难掩激动的欣喜 她将汉娜带回房间 兴奋地送了她一套崭新的礼服 并命令汉娜 穿上礼服和自己结婚 当晚 婚礼就在疗养院里举行 所有人都换上 象征纯洁的白色圣袍 尽管他们要做的 是最肮脏的事 主任看着新娘打扮的汉娜 迫不及带给她 戴上了祖传的家族项链 正式将她认领回家族 随后 她又带汉娜看了一张画像 画像上的女人 和汉娜长得一模一样 那是汉娜的亲生母亲 也是主任的妹妹 汉娜就是他们畸形结合的产物 主任却觉得这是纯洁的象征 现在 她也要对汉娜做同样的事情 只见她将汉娜绑在床上 开始抚摸她的身体 就在她想进行下一步时 洛克却突然出现了 原来 她发现了主任的秘密 决心要拯救汉娜 主任却当着她的面 撕下了脸皮 恶心的场面 把两个年轻人都快吓吐了 主任却得意洋洋 给了洛克一个大笔兜 她都活了几百岁了 怎么会怕这个小屁孩 没想到洛克却掏出了打火机 她知道这只怕火 便提前倒好了气 然后将这里复之一具 趁乱 洛克赶紧给汉娜解放 想带她逃出这里 主任穷追不舍 不甘心到手的新娘就这么飞了 她和洛克扭打在一起 完全没注意 汉娜提着铁锹砍了过来 她对主任丝毫没有对父亲的感情 一铁锹就铲在了她头上 送她去水里进来 洛克则趁机带着汉娜逃离这里 他们依旧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 前方就是他们向往的自由 两个人都兴奋不已 但这时 洛克却突然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 她真的是洛克吗 还是被主任夺舍了的曲强 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